歡迎大家收看馬高斯TV 馬高斯 今個六月真的超多活動 今次又帶大家去到有一城 日本知名模型廠商 MEGA HOUSE 首次來到香港舉辦活動 就叫做 MEGA HOUSE FESTIBLE IN HONG KONG 2023 就由六月八日起到七月三日 就大約一個月的時間 同樣免費入場 活動現場位於LG二樓 最先吸引我視線的 一定是這個巨大的ANIA吹氣公仔 還要是全球首個4.5米高 真是不得了 打卡簡直一流 然後旁邊就是高智能方程式 1比1的幻象雷神 我本身沒有看這套作品 但也覺得這個車身造型很有型 聽說這次是為了紀念動畫30周年而設計 所以是每場首次展出 大車旁邊有玩具版的Display 還要現場有限量100架預售 接著就看看其他玩具模型的展品 首先就是Look Up系列的ANIA 今次新版本就有其他表情可以換 然後後面就有黃昏 這個就是舊版的ANIA 以及這個若兒 再過旁邊就是Megacat的海賊王 露菲他們變成貓貓都挺可愛 接著就還有火影的Megacat 這個名人和這個佐助就是今次的會場限定 一盒裡有兩隻 接著就是PGEM的大隻公仔擺設 開頭就以為是立牌 其實就是未有實物可以展出 一個就是名人的風神 另一個就是佐助雷神 然後就是Look Up歷代的商品展區 首先就是鬼滅之刃的角色 這裡有背景就是打卡一流 接著就是東京復仇者 其實我就不知道為什麼這套會紅得起 然後就是JOJO的奇妙冒險 就是石之海 這邊就是鏈鋸人 其實每隻都挺可愛的 另一邊就是水星的魔女 每一集都很有驚喜 然後就是火影忍者 這個場景都挺正 一大班角色就在圍路 最後就是海賊王 竟然有這個不死鳥的Marco 走過轉角位 這裡還有兩個打卡拍照位 第一個就是放大版的Look Up Ania 你可以坐上去跟它一起拍照 另一個就是Run Run Run系列的路飛 大家就可以拿起頂草帽做道具 這條柱看起來好像插進它的那裡 接著就是看幻象雷神後面的展品 首先就是我第一位動漫女神 GUNDAM SEAT的拉赫斯 簡直就是童年回憶 旁邊就是VA MINI的魔洞王 有水卷盒、風飄盒、超級地隱盒等等 然後就是高智能方程式 聽說中間的灰帽就是最新商品 還要是超合金 接著這堆就是GEM的坐姿公仔 有鬼滅之刃的柱 也有炭治郎的四鎖 最前的就是SPY FAMILY 火鷹和排球少年 就沒有實物住 走到後面的位置 就有這個海察王的POP展區 就展出了這個系列裡 歷代的路飛手把模型 原來這個系列已經20周年 第一隻就是2004年出的 這隻的面相很有漫畫初期的感覺 之後這隻2010年的路飛 當年我差點忍不住就進了手 然後這個2016年的和風造型也超棒 同樣也是2016年的 還有一隻女版的路飛 這個飛供應的台座也很棒 去到2017年就有路飛的四檔形態 造工都越來越精細 版本也有幾個 這個RUN RUN RUN系列 除了有小版的路飛之外 還有這個卓樂 尾音 和這個大和的小朋友版 然後這款龍珠擺設也挺有型的 一次過有悟空幾個形態 但這個擺設也跳過了超級30人 就有這個超西2和3 最後就談談商品區 這個就是GEM的ANIA 跟著就是多款的Puchilama 這個合換 例如就有奏術迴戰 新超人都有 然後就是Spy Family 剛才看到的Look Up系列 這裡都有得賣 其實小小隻都不需要太多的空間 今次新推的這個ANIA 就有多個表情 真心是有少少入手的衝動 然後這個就是網上不時會成為熱話的解剖公仔 原來都是Mega House的商品 除了有雞牛羊蟹之外 原來還有60元的簡易版 例如有蒜頭 納豆 還有海膽 超人這邊也有一隻過摩拉的解剖公仔 就是今個月的月尾推出 跟著當然不少得就是高智能方程式 很多毛公仔還要有大有小 我自己本身沒有看過 所以就不太清楚角色名 另外有部份商品 就是今次活動可以入手和預訂 首先就是高智能方程式的模型車 這個就是會場限定版的MegaCat 跟著這個也是高智能方程式的公仔 之後還有不同角色的立牌 這個就是POP海賊王的艾斯 跟著還有Chopper和Nami 這個就是GEM的RunRunRun系列的路飛 跟著這個就是鬼氣九都來亞修羅的卓諾 路飛太郎 大和 這個也是卓諾 接著就是天威勇士的電單車機械人 這個我認識了 跟著就是GGG的Gundam Z的斯洛哥 這盒就是Titania的白虎 最後這個就是雷格西和阿春 其實都多東西賣 不過價錢見仁見智 部分系列跟外面差不多價錢 現在會場有這個推廣優惠 其中最棒就是這本POP的限定導覽手冊 裏面就是部分POP的商品介紹 美麗得可以當作畫閘 我覺得收藏價值都頗高 沒有位置買來擺 都有本書可以看 如果大家有興趣 記得去這個又一城 今次這條影片就到這裏 現在這個頻道就是超感謝功能 如果大家有能力想支持的話 歡迎大家副金5或10元 大家的支持絕對製作動力 喜歡這條影片的朋友記得按LIKE我 歡迎大家一起留言討論